我們來測試LED顯示的積木 那目前我們接的是 最常用的LED顯示積木 讓大家可以看得到 太亮的話就變成你看不到積木 那這個積木沒有角位的理由是 因為Arduino的SDA跟SC SDA跟SCL 它的角位是在A4跟A5 A4跟A5 你要接對 也只能接在這兩個位置 也就是在 Arduino ID Arduino的擴充板上你要找到A4跟A5 兩個角位 兩個角位都要接 兩個角位都要接 目前來說 A5是 SCL A4是SDA 那我們的積木在這裡 這一個LED顯示 的部分 它只能顯示16個 字元 就是英文字 英文數字可以顯示 那這邊可以有兩列 第0列跟第1列 那我們假設我們在第1列顯示字 它就會 附近在第1列 那我們第0列讓它顯示數字的話 你可以 123456789 執行完 它就會顯示的是 感覺上有點太亮 你們的 設備上應該會看到 你要該顯示的 文字 顯示的文字 就是第0列跟第1列 那技巧就是記得你一定要接在A4跟A5的 角位 A4跟A5的角位 那這兩個角位是 I2C的 輸出預設輸出 也只有這 所以這邊就沒有設定的角位 只有設定的文字 記載的文字 明列